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礼拜一因为国际股市 美国股市涨2% 涨很多 所以台北股市开高 走高136点 压低收在 收涨55点而已 只有涨55点而已 留一个上影线 可是你要先回到礼拜五 当礼拜四晚上大家说 德国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跟大家报告很简单 都不用太多的 这结论 礼拜四欧美股市的压低 它各有支撑 礼拜五 什么样的支撑 就是以德国股市来讲 你反而要去注意 它怎么样去完成这个地方的整理 因为德国的央行 其实欧盟的政府 他们自己都会看 他希望说他们的股市经济怎么样 从长一个方向去发展 它会经过这个过程 你觉得它压低 我反而觉得它在完成这个过程 那美国股市就更神奇了 过去两个礼拜都在这个上面 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回到这个红色的框框以后 其实就是支撑嘛 就算它有来回 它也没有波段的下跌 当美国股市礼拜五 你在看到 我跟大家报告 它刚好就是来到这个支撑的时候 礼拜五晚上的美国股市 但是以稻穷来讲涨两个percent 这比较少见的 两个percent 稻穷369点 所以礼拜一台北股市跟着开高 最高136点 电子期重点在这里 重点在这个地方 其实电子期并不弱 我一直跟他讲 电子期不能太弱 那电子期你以9点46分 我不是事后来讲 我是盘中 我就发call信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请我们的会员朋友注意这个点 那这个点其实一直到收盘 它都没有去真正跌破电子期9点46分 这附近的这个点 所以电子期明天 一样你观察这个位置 我还会跟大家做追踪 可是关键是金融股要更强一点 那金融股要怎么样更强 金融股如果要更强 你必须要明天看到富邦金的51块9 今天的这个高点 明天至少再看到一次 那金融股就算比较够一点点强 金融股不能太弱 所以这个整个盘面当中的结构的关键点 我都跟大家事先做一个提醒 你可以盘中自己去做一个留意 那今天有一档股票 3008的大力光盘中大跌插一档跌停板 收盘又拉上来 这中间插了100多块 那大力光其实我跟大家提醒过 大力光今天是在破低拉起来 大力光其实在这个位置我就跟大家谈过了 你应该要知道它什么情况反弹是结束的 这个反弹这个反弹是结束的 它有一个道理的 它有一个方法上的原理原则跟方法可以去遵循的 所以你说大力光碟 其实大力光喔 我们来看大力光的位置 其实在11月10号 它后来再弹上去一次 那我当时就把条件给我们的会员朋友 当它出现什么现象的时候 你要注意它反弹的结束 就在这个地方 反弹结束再弹起来再破低 大力光 我也讲过 如果它没有退下来 你就不会有新的主流 你要看好看坏 不是说大力光在跌 它是一个结构的调整 这个结构的调整本来就非常的重要 我上次跟大家报告也是一样的讲法 如果没有原先的主流退位 怎么会有新的主流上来 所以你现在要注意的是 我礼拜有谈到的 这个礼拜的重点 在于金融股要强一点 金融股怎么样会强一点 人民币 我再帮大家追踪 每天帮大家看一下追踪 注意人民币的走势 可是大陆股市并不弱 大陆股市就是我讲的 那个地方 反正农历春节之前 过年前 它的政府一定是大力偏多的 这是社会主义 那么多股民 那么多老百姓 他一定会注意到的 反而是台北股市 在520之前 是一个假期 标股的假期 所以上证就是上个礼拜一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押回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位置画给大家 它是不是就从礼拜二开始上来 上证就从上个礼拜二开始上来 所以当时我们做的是 反向吸筹的计划交易 因为你只有反向其筹才能够锁定筹码 所以礼拜二才会有其红的计划交易 各位现在在注意 整个防守按照我们的预期 上上个礼拜五 一个礼拜前 我是跟他讲上个礼拜要防守 那你说上个礼拜大盘有没有防守 上个礼拜有啊 就礼拜一押回来 然后后面这个地方防守的还非常的好 上个礼拜防守 12月7号要供 供要供大型股 好这是11月7号 开盘涨136点的 是不是12月7号上供 那12月7号这个礼拜会不会上供 这是我原先两个礼拜前跟大家预告嘛 怎么样才会上供 我会有等一下我另外的一个结论 我的看法 这个盘面是好的 这个盘面对我来看 就我来看 它是有一个攻击的位置的 它是可以做往上的攻击的 就看明天的金融股 明天的金融股要强一点 那整个结构上 它就是要往上推动的一个强势盘 所以这里面虽然说它到今天为止 还是在一个礼拜前我们谈到了这个位置 它今天冲上去 冲上去有过高还是在这个位置 可是你要注意 什么时候做计划交易 什么时候做短线交易 小型的生计股 只要葡萄王还在这个位置上面 葡萄王 只要还在这个价位上面 小型的生计股都还会非常的活耀 那大型的生计股 你就等我跟大家盘中的指令 什么时候去加码大型的生计股 大的生计股跟小的生计股 都有一个指标给大家看 小的生计股你看葡萄王 大的生计股你看神龙 注意什么时候加码的一个扣讯 那上个礼拜防守里面 有一档股票先涨了叫做日有 可是我今天要补充说明 日有他今天盘中 你看他上个礼拜是不是先涨 涨了第二天拉回来 今天他盘中又先涨 这个地方的涨势都没有用 你怎么样去分辨有用跟没用 我现在就要讲这个部分 希望说各位你就算看电视 你看节目 你打开电视 你只要看到我跟各位报告 我希望你能够多知道一点点 就能够多知道一点点更好 为什么上个礼拜日有 礼拜一礼拜二的上供无效 然后今天早盘 他的盘中往上供也无效 因为就是要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才去注意就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短线的价位设计的一个方法 如果这些通通你东东都没有 那看不懂的不要碰 什么叫看不懂的不要碰 这全部都在节目当中讲过 盘中跌停板 那盘中跌停板 它是在这个地方破低 那你什么时候看过 上上礼拜一样 我说看不懂不要碰 这个融资买什么我也看不懂 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 融资全部买在这个位置 今天在这个位置 20块在这里今天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那融资全部买在这里 这不是融资吗 看不懂的不要碰 然后你再看 更厉害的是主力的行为是可以推测的 11月27号 你是不是看到这张图 我们的会员朋友还问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的会员朋友是幸福的 你现在还有人可以问 那我很简单的讲法 我当时只要提醒大家 一个主力的行为 它会去做假跌破 是假跌破嘛 然后让它涨 它也会去做假突破 让它跌 那它是不是去做假突破 让它跌 涨一根 就在这一天 11月27号就是这一天 11月26号 27号你看到都还来得及 27号你看到还在这里 27号我跟大家报告 它会做假跌破让它涨 它就会做假突破让它跌 有没有跌 今天还跳空往下跌 大盘开涨 它还跳空往下跌 所以主力的行为 是不是可以推测的 是不是可以预测的 以上所谈到的部分 各位你真的都可以会了 你一定会 你每天花个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 把这里面的图看一看 每天都不一样 每天都有最新的按照盘面的发展 我及时的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每天去看 你一定都会 主力的行为是可以推测的 现在散户面临很大的难题 台股的生态在变 那人家的计划交易怎么做 你一定要会 所以你认为说这都是偶然 不是 从10月2号开始 我跟大家报告绿色经济 连续15天 十几天跟大家报告绿色经济 那个是我的机缘巧合 我把我的机缘 我的缘分 分享给各位 那个是要花很多的力气 就是说到底你要雇投资人 雇会员朋友 还是要雇我们的这些 十股力量十倍波段 因为筹码有时候在这个中间是矛盾的 这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 我想很多人听得清楚 因为很多人打电话进来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知道我礼拜五在讲什么 如果你听得懂最好 表示说你对这股市的生态 对这个社会 你都有进一步的理解 那等下我们就来谈 这个礼拜 它整个盘面发展的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去注意其他的个股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 未来学 就我的个人的观点 这个盘式是有上攻的能力的 那这个角度才能往上攻 这个缺口把它封闭掉之后 那整个攻击的力道会更强 那当然很简单 你说指数要涨一定要大型股 生计股跟太阳能今天在涨 它仍然是比较不够的 因为他们占的全值都很小 甚至于都在OTC比较多 甚至于明天的金融股都还要临门一脚 可是我们可以仔细看 从台积电带头的 以台积电为首的这半导体的设备 今天都很强势 这是台积电 今天平了144.5的高点 然后以下有三档股票 今天盘中也过高点 这档股票我讲过 我说谁知道 谁会先知道他的财报力多 你在电视上 我节目当中我讲过 今天在创新高 8091 这也不要说我没讲过 8091祥明 这都标准的半导体的设备股 有点短线的价位设计 短线要顺势 短线我每天跟大家分析做什么 我每天跟大家分析就是希望你了解 顺势的时候 你多做一点短线 那万一运到 不要说逆势 这应该正确的讲法是整理 像这个地方的整理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些计划交易 整理盘的时候做计划交易 顺势盘的时候做短线交易 像这个下来我们都不做短线 这两个短线我都不做 短线一定是在你能够顺势盘 或者是盘整的时候 做这两个部分 那计划交易各位上个礼拜已经看过 我怎么样把得来不易的资源 分享给各位 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上个礼拜二 先跟大家预告 大量转账 22972章3017的齐鸿 你真的回去研究过说 上个礼拜二 这个地方你看得出来它会涨吗 也没有成交量 成交量那一天其实就短短的一根 第二天才有成交量 第二天涨停 第三天涨停才有成交量 也没有看到很大的成交量 你怎么知道它会涨 这是一个问题 你说你要在股票市场赚钱 如果这个地方你没有方法去突破它 去看懂它 你怎么有办法说 上个礼拜二 预告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涨停 礼拜四涨停的时候 我直接写出来好了 因为这样大家也许还猜不到 那猜不到礼拜四我干脆直接写 2456齐鸿星 2456齐鸿星写完之后 礼拜五 齐鸿星涨停板 隔天12月4号礼拜五 换齐鸿星 都是很大的量 这两档股票都是很大的量 很大的量让它锁涨停板 礼拜四齐鸿星我跟大家预告很简单 选股的精神 成长的轨道 这是很基本的选股的精神 为什么用齐鸿星不是用国具 位置 股本 好这礼拜四 各位都看过的 礼拜五齐鸿星涨停板 我们不多说 现在请大家看另外一档 计划交易 维生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涨 前面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涨 这几天也在涨 这几天它也在涨 前面它为什么能涨 这里为什么能涨 来到428块的 你知道从100 200 300 400 428 这个就是台北股市的未来的生态 如果没有办法去找出里面的力量 在什么地方 你找不到下一档 你没有办法找到发动前的齐鸿 你也没有办法找到发动之前的 齐鸿星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维生嘛 因为它已经从100 200 300 400 涨到428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短线它这里为什么会涨 这里为什么会涨 同质来到277 你还看到这个红色的框框 这也是250 250整理完到280 280这个地方整理完今天多少 280整理完今天318 今天最高来到318.5 225 280 318 它是从125块 我为什么一直讲125块 因为那是我们当初买的价位 可是我们没有放到现在 所以 检讨改进嘛 这都是我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模型 一个操作的模型 你买好不容易买到低点 怎么样才会赚到最多 所以我们现在进行 你看过的 真正在车用电子里面 比齐利星还要早一个礼拜 去进行的 82XX叫做8255的棚层嘛 因为现在反正大家都猜得到 那我干脆就直接讲 从10月 11月20号 11月20号在这个地方 11月20号 过高拉回过高拉回 那它真的在12月2号那一天 再过高再拉回 这是车用电子 我来讲的是 从维生到同质到彭层 当然它的位置比较低 它的位阶比较低 所以你看到过高拉回 过高拉回 过高再拉回 今天直接开高7个percent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地方 它今天是直接过高 这里有涨了7个percent 然后再压低 这个都是操作的惯性 哪一天不压低的时候 我再告诉各位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这个操作模型 你再仔细想一想 为什么我11月20号 我为什么要现在讲 因为反正你的成本 跟我的成本 你明天买跟我之前买 已经差了十几块钱 差了十几块钱 其实这张图你直接看到的 你是直接看到的 只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买 但是拉回买进的时候 它怎么样去完成这个部分 怎么样有备而来 怎么样从车用二极体 你稳压IC 就是车用电子里面 去发展出它另外的一个 一个趋势上的一个买点 我在节目讲过至少三遍 为什么过高压回 你要不要卖 卖给我 你要不要卖 卖给我 再开高7个percent 今天礼拜一 再开高冲高7个percent 再压回 你要不要卖给我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型 但是这个操作模型 它会变 它会变 什么阶段做什么动作 这个各位务必 要把整个阶段 你在节目当中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朋友 会更清楚 会更清楚那个每一个时间点 这有什么重要 这你以后才知道 怎么样去推测 你的股票怎么走 你的股票什么阶段做什么动作 什么时候喷出 什么时候真正涨停板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陌生段 好 所以这个操作的模型 再用到短线 如果说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你一直在想说 这里面到底这什么叫转trading的点 短的交易点 转的trading的点 我以智行来讲 跟前面日友一样 今天冲高都没有攻击力 他今天也是往上走啊 智行今天也是往上冲高 涨9块钱 可是这个地方往上涨 跟上个礼拜的日友一样 那不是一个我们要的买点 也许它会一直涨 但是我们要的买点 不是在上个礼拜日友冲上来的时候 也不是在今天自行冲上来的时候 是它拉回的时候 这个就是短踢点 我讲的短线的trading的点 进一步跟大家解释 那甚至于有些IC设计 跟作战行情比较有关系的 今天也是压回 压回注意这个地方的点 注意一下就好了 我要讲的就是说 不管你做短线也好 做波段也好 总是要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去掌握 那我在两个礼拜前 上上个礼拜 我有邀请过各位 我说短线价位设计班 最多三档名额有限 我还跟各位解释过 为什么一定是有控制人数 控制数量 以下这三档股票就最标准的例子 公贺会员胜利涨停获利大赚 6238 涨停板 这个是不是要控制数量 你不要看今天有量 你买的时候都没有量 然后你礼拜有看到的 红色第二根涨停板 要不要控制数量 然后你礼拜有看到的 这个你没看到 6457 6457鸿康 今天第二根涨停板 所以这些短线我也邀请过各位 希望各位有需要任何服务的地方 不管短线波段 都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做个电话联系 明天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之后 再见 一点 雨 五 我们 不是 很开心 我们